第八百二十九集 其他混元境 神王境的长老护法 压根没人能挡住 谨遵殿主之令 我等绝不辜负殿主 一年后 定然让殿主看到二百位以上的入神境强者 韩云抱拳叙述着 目光中充斥着严肃和歉意 果然我们还是太弱了 二百位入神境 这已经是最大的极限 但可能血剑门的内门弟子 都有上迁入神境吧 我们还是拖了殿主的后腿 否则殿主不理会我们 恐怕现在已经在灵武大陆 混得风生水起了 叶殿主 既然同生共死 我等也竭力相助各位 兴建门老祖深呼吸一口气 仿佛做着决定性的选择一般 最终伸手示意门外道 请殿主出发吧 殿主的未来不在这里 也不在灵城 您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万刃山峰 没有人能阻挡住叶殿主 叶殿主也不必时时刻刻 为我等牵挂 若真到了那一刻 叶殿主仅有神王静的修为的话 还请叶殿主不要回来 我等会自曝 绝不让血灵族人侮辱 届时请叶殿主为我等复仇变好 他说的没错 一切的希望和生机都在叶晨这里 现在八大势力和光明殿堂的众人 唯一能做的便是努力修炼 至于其他的 逃 即便逃入灵武大陆 以血灵族和北宫家族的威慑力 早晚要被找出来 投降 以血灵族横行霸道 冷酷无情的手段 投降固然可能活下来 但绝对会是生不如死 与其那样不如留在昆仑须 等待奇迹的出现 不必如此悲观 一年时间 我跨入河道境 不难 以我的实力 河道境中期击败河道境巅峰的魁影 问题不大 叶晨冷冷说道 我不会让昆仑须 以及你们毁灭的 言罢 叶晨总身一跃化作一道流光 直奔凌晨而去 韩云和兴建门老祖等人 凝望着叶晨离去的身影 紧接叹息连连 我等还是拖累了店主啊 若不是因为我等 店主也不必如此着急 本源商事刚刚恢复 便要去闯荡灵武大陆了 此一去 必是凶险连连呢 我等尽力修炼 不给店主丢脸 叶晨再度来到凌晨 瞬息间十三道气息腾空而起 十三位老祖腾空出关 纷纷凝视着叶晨 都有些忌惮之色 感觉到叶晨明显 比昨天的实力强大了很多很多 至少现在 战力不差他们多少了 若是叶晨爆发底牌 他们深切知道 自己绝非其对手 所幸叶晨一进入凌晨 他们全部都出来迎接了 叶晨兄弟 再次到来是有什么事吗 如果可以效劳 我等自然效劳一二 狂刀门老祖面色不改 温润地询问着 要换作是其他年轻人 如此声势 这位老祖恐怕已经一巴掌 拍死对方了 哪里会像是对叶晨这般尊敬 各位都下来吧 在上面站着也不是事 叶晨来到了李家后院中 目光扫过十三位老祖 笑问道 各位 应该年轻时候 进入过灵武大陆吧 对于灵武大陆了解不少吧 我想知道灵武大陆的具体情况 还有 你们觉得我该去哪里 叶晨眸子透着一丝玩味 他自然不可能先去寻找灵运 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资格 唯有尽快突破和强大才是王道 血灵祖也在灵武大陆 那轮回目的百味大能 囚禁之地 直指灵武大陆这高五未免 当然 不管是囚禁之地 还是灵运先尊 都不是叶晨现在该想的 他现在需要机缘和成长 他相信 面前的十三人会给他答案 十三位老祖相互对视一眼 其中单顶派老祖轻摸胡须 说道 我等十三人 年轻时去过灵武大陆 这些年也在不断收集灵武大陆的信息 距离上一批去灵武大陆的弟子 已经过去数十年了 这十五年中 那批弟子从七十八位入神境 减少到了三十三位 绝大多数都死于灵武大陆之中 灵武大陆的凶险 根本不是你所能想象的 他看了一眼叶晨 见叶晨丝毫没有波动 便继续说道 别说帝尊境 就算是入神境在那里 都是最低层的存在 并且在灵武大陆 那里极其看重尸门以及出处 我们昆仑须现在属于低武未免 毫不客气地说 是属于最垃圾的一类 这一类人会饱受不懈和耻辱 如果不懂得隐忍 可能三天都活不下来 他露出玩味的笑容说道 叶晨兄弟当真要去 那是自然 不去灵武大陆 难道就在这里闭关吗 叶晨调整一番询问道 你们将灵武大陆的大致结构 和各门各派分属的情况 尽数告诉我 如果有问题 回来时我必杀而等 十三位入神境 九层天巅峰 必然掌握了不少消息和情报 就怕他们故意给错信息 正因为如此 叶晨特意将自己封印的李家家主等三人叫了过来 作为佐证 毕竟亲手封印的人不可能背叛自己 灵武大陆结构倒是同昆仑须差别不大 这一批幸存的三十三人 有几个人带回来了情报 丹前派老祖取出一枚竹简递给了叶晨 随后说道 灵武大陆分作五玉 每一玉便是一块大陆 可因为无比辽阔 你都可以算作是一个世界 一个比昆仑须大上十倍的世界 而武裕共同划分家族 宗派 妖族 魔族等势力 所谓家族便是叶晓兄弟 你所认知的北宫家族 位于南裕 下辖 血剑门等数十个门派 这些家族 以其族人体内的血脉层次为尊 血脉强大的家族 几乎是巨无霸的存在 血脉弱的家族 很可能还是一些宗派下属的家族 他见到李家家主等人 暗自叹息一声 随时随地都被叶晨安插了三个 人形监控器 偏偏这三人还杀不得 两位入神境八层天 一位入神境七层天 换谁也不舍得杀呀 宗派呢 妖兽和魔族是什么情况 叶晨浏览着主舰上标注的一些地图 特殊海岛等等 宗派和家族并立 有些地方宗派统领家族 有些地方家族统领宗派 诸如神龙家族 圣龙家族等等 每个家族的级别 以其族人血脉层次为主来区分 比如圣龙家族体内族人 流淌着二流血脉 圣龙血脉 便是算是二流家族 统下一些上等宗派 前不久 第一波赶到的昆仑虚的血灵族 由魏吾成率领的那些弟子 便是流淌着七八九流血脉 意味着他们是从七流家族 八流家族等等走出来的强者 寻常而言 一般神王境便可以建立家族 神王境后期可以建立宗派 至于妖兽 很多宗派家族附近 都会有辽阔无比的海域和山林 当中便存在着妖兽 狂刀门老祖接着说道 至于魔祖 他忽而笑了笑顶住夜尘看 似乎就是在说夜尘就是修魔之人 毕竟夜尘身上的魔气太过浓郁 不是魔族又是什么来历 他咳嗽两声继续说道 魔族舞者 以吸食别人灵力和大道之力为主 掺杂着各行各业 心狠手辣 转门修炼特殊的魔功 以吸纳舞者灵魂 以其肉身炼制武器 这很好区别 听到这话 夜尘忽而想着 华夏那些小说中 貌似描绘魔族挺生动 看着老头子描述出来的情况 和华夏中描绘的魔族强者一样 只是华夏魔族不多见 可领舞大陆中 魔族强者却不少 他忽而盯住 竹箭上的一处地方 百宗乾坤大比 他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处于西域中部 是一片混乱之地 当地有几十个宗派 乃至于上百个小宗派林立 每间隔三五年 便会召开一次天才大比 无比惨烈 近乎每次都有上千入神境 上万帝尊境参加 但是存活率不到百分之二十 狂刀门老祖 眉角微微移动笑问道 叶小兄弟 想要去这个地方吗 若是想要去 单顶派的空间传送阵 是直通西域中部的 乘坐传送阵过去 也不过在赶路千八百里 也就到了 只是你这修为 恐怕很危险啊 当然 你如果想要对抗 灵运先尊 此地你非去不可 我可听闻 灵运先尊的弟子 参加了不少 狂刀门老祖说话半真半假 这片混乱之地 若是活下来 的确会强大无比 至于灵运先尊的弟子 会不会在其中 那就不一定了 老家伙 别用激将法 这个 百宗乾坤大笔 有什么好处 叶晨询问着